我今天 老师刚在这里 比较一个小时 所以我今天知道内容 主要是要介绍一些 上次昨晚有帮大家介绍充餐跟一些嬉病方面 就是睡眠产生一些病态生理 那我今天就要接续就是其他在内科领域里面 可能因为本身的一个内科疾病病院 或者说一些睡眠影响到这个疾病的 变化跟睡眠之间的交互关系 原则上本来是设定说要报告六章 不过因为我在念念的前四章 我帮我病例已经做到大概六十几章了 所以刚好跟老师有默契 那如果要压缩在一个小时 最后两个是GI跟BKB的 就肾脏方面的疾病的问题 那其实在2月份 我那次的生理月会早早有讲到一些 就他的一些身体体调 做个比较详细的介绍 所以这些病态的体调 我可能就会甚至先掠过 我可能会focus在前面一些跟 那个cancer fatigue 或者说一些肌肉沉静疼痛 或是说一个单纯的疼痛跟睡眠的关系 的探讨 那另外endocrine的discover 因为他的面向比较多 所以我有把他放进来 可能今天这样可能会focus在前面的指章 那后面两张如果有机会 大家有出去 我再服务上好了这样一面 那一开始之前跟大家谈 就是睡眠在那个cancer fatigue 的一个相互关系 那根据一些有病的那个研究发现在一些大型的问卷调查 问到这些cancer fatigue 到底哪些是他们在这个一些不舒服的症状表现最多 那最多的是高达自治疾症 有一个肌肉的表现 那另外的话 也接近一个leg arrest的例子 大约有41% 那另外在睡眠方面 比自己的问题像失眠的话就有三成左右 那甚至有些是白天的症状会比较容易吃醉 我也是接近三成 那其他的 家里 就发现说这些cancer fatigue 他其实大概有高达六成的肌力 过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睡眠方面的一些缺食跟障碍 这样子 而且这些病人是非常确定 他们的这个 睡眠的一个division 是 因为效率大概是 缺准是 效率大概是只有低于一般的正常大概85% 我把它量化的话 那如果要speaker吧 因为sleeper的一些disrupting是蛮多的 如果是就失眠来讲的话 失眠他会先就他的症状 还有失眠的症候群去探讨 那症候群大家可能要先看下面 定义上来说就是相较于失眠的症状 他会比较严重 他会比较严谨的定义 基本上失眠症候群是指说这个sleeper said latency 或是说他在睡着的时候又会醒过来 这个时间是大于30分钟后他一样的这种 这个表现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怪险的原因 那一周就是很会超过三个晚上 那另外白天也明显是因为这个 这个睡眠的这个失眠的状况产生一些 有多门的障碍 然后 就大概 大概在这个cancer patient来讲 有接近两成左右的病人 他会产生这个insomnia 比较严重的失眠症候群 而且 评估起来到这些 两成左右的病人 他其实这个症候群大概都持续超过半年左右 那如果是心疼的话 当然大家可想是一定会比心疼 来的可能普遍一点 但他病例就比较 没有那么严谨 这么严格这样子 但是如果就cancer的 往内的患者来看的话 发现有一些失眠症状的病人 大概在乳癌的病人身上大概有高达 接近一半左右 那最低的是在 生物性癌的病人 大概就三成左右 简单来说就是 介于三成到五成之间 这些癌症病人可能都会有 失眠的症状 那这边还要跟大家介绍 T1跟T2 T1的定义就是 第一个时间点 这代表说 这些cancer patient 他有在做一个 决定性的手术 或是刚开始一个 T1之后有一个介入的时候的 cancer病人就把他定义成T1 那T2就是说在 这个癌症病人他接受这样的 重大性介入治疗之后 大约两个月以后的这个时间点 把他定义成T2 我们发现其实 在这些症状的症状 在这种cancer patient的身上 他就是一个 会有一个动态的变化 可能那时候刚诊断 刚做过一个重大的治疗 他一开始这些cancer patient 他的失眠的症状 症状可能会高达超过一百 那失眠症候群也大约有 反正就是7.2 那经过这些手术治疗 大概两个 或是说一些介入性治疗 两个月之后 这个症状的精神 马上就下降到大概7000 那症状的精神也稍微 降了一点点 掉到大概接近百分之二 所以 其实 从T1到T2的话 如果去做一个 我们的Tuternal的一个 萎缩性的探讨 会发现说 大概这个一种鸟 在T1到T2还是会有 20%多的cancer patient 产生 可是 更多的是他大概会有 32%的人 会有的医院 不知道因为做治疗之后 提取他的病情 或者缓解 或者说有一个治疗的病 这样 也许他病人在 对于睡眠上面比较少一点的表现和障碍 或者说没有特别去奇数 他比例上是有看到这样 所以一加一减 真的感到是往下掉了一个情况 那如果做cancer type去看的话 其实 会发现说这个 insomia 产生才是一种breed cancer 或是说GU的一个cancer 它的 成绩率会最高 那fasted cancer 会最低 那另外其实 就是disruption来讲 除了我们刚刚谈的 这个insomia之外 另外在一些 adombed cancer patient上 发现还有其他的一些 一些 slipped disorder 好像其实他可能会有一个 比较高的 3rd的 leaf movement 的一个新种 或是说 在一个head and neck 等于病人身上 我们就会观察到说他的osa的 申请率会比较高 那grain tumor的病人呢 那大家就讲 他可能会就会有一些 slipped disorder的 这个规定的一个表现 这个都是 就insomia之外的表现 比较高的一个 一些 睡眠的障碍的 表现 所以其实 虽然连你总统的证据 呼应下来的话 大家其实可以 去想说 我们对这些cancer patient 最重要的是要提供一个 适当的一个 帮助他们睡眠 处理的 入睡 让他们睡得好的 一些处理的感觉 那刚刚谈的是sleep disruption 那现在 要探讨的是cancer patient的一个 fartigue的一个状态 那定义上来说 cancer patient的fartigue 它是一个persistent 那一个主观的一个 对于开来的你的感受 那开来的你的产生可能跟他的一个cancer的本身的病情 就是他接受这个cancer treatment后 去干扰到他的一些平常正常的生活的功能 产生的一个感觉 主观的感受 那在一个 这应该是做在女性 crease cancer的一个study上面 那有发现说 在接受治疗之前 他fartigue的症状 可能会有大约超过六次 会有这样的主观的感受 那在治疗的疗程中 一人是手术或化疗 他会就是这个体力 又会往上跳 就升高到大概超过百分之八十 那所以 这些这种fartigue的症状 甚至会持续有关于相当长的治疗 即便是这些病人在接受完整的一些cancer治疗之后 他接受和定格的症状可能会持续到 疗程完成的五年之后 都还会被观察到这样的治疗 那如果要做探讨我们propogenesis 就是cancer treatment possible sleep disruptions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影响因素 包含这些治疗 化疗 放射治疗 或是各种治疗 这些的介入都有可能产生病成一些 本身内瘾性的一些崩膜 或等等之类的 他都看着有一个有种的表现 那这个都是被认为说 有可能是 造成这个sleep destruction的一些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些癌症病人 他们为了要去release他们这些cancer产生的症状 他们有时候会用上一些像鸦片类的药物 止吐的药 或是说像内部品这种药物 这个也都会影响到他们在sleep 会被药物这些 的药效受到影响 所以这个 所以这本身他cancer本身的治疗 就有可能会影响到cancer patients 在sleep上面的一个 表现 那另外除了这个 Magical 就身体上 VCB加上一些问题之外 psychological distress 然后焦虑 等等 所以疾病的不安 这个也都是 平均采托治疗可能会影响到 那另外 一个 今天的一个题 就是cancer pain 因为 Pancer产生了pain 或是说其他等等原因的pain 后续的章节也会看到 这个也绝对都会影响到 那个cancer病人的治疗 所以 其实 这些 东西应用东彩 有一个理论是 比如说 在他们是观察到这个cancer病人 他在晚上说可能会因为病情产生这个很痛 痛到幸福 那醒过来之后 他可能会产生一些 phychological distress 不安 焦虑 对病情者 整种的一些感觉 那这个就在他醒过来之后 他想要再睡着 会 对他的一个入睡感受的障碍 所以 会觉得这个 跳出这个比较 phychological之外 这两个肺者 可能会照顾影响到 cancer patient 所以他们 在 睡眠中 因为这个cancer病人醒过来 然后又想要再入睡 这两个是互相交入影响 那另外的话 要探讨phychological在cancer patient的一个pagogenetics 那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叫灵灵中农的去把他做生理 心理 还有一些社会社交因素的一个 一个探讨 那 至少在有证据的情况下 是说 发现如果cancer patient 因为 癌症病很容易产生凭解的状态 如果我们给予一些就是 治疗他凭解的处置之后 的确会对于他的phychological 还有他的生活秩序 会达到一个改善的效果 不过他好像也还是没办法完全 就是他合体的这个 假征凭解之后 所完全缓解 所以就是 可以加上程度改善 就是又不是全部 所以一定有其他的一些 因素 可能会造成pensurcation的合体 他当然以目前 比较有证据的 面向的假说 就是可能是一些 还真是他可以视为一种慢性发言 所以他本身是这种 pagogenetic cidal感染 那这个是有 或者说可能是在一些 Zerotonin的 disregulation 或是一些 下氏丘 Decritary gland 然后还有 Authentic gland的 一些都有某的 出了一些 内分病的一些问题 这些都可能 造成病人会觉得 比较 虚弱 肯定的一个原因 所以在治疗方面来讲 如果要治疗 病 Decritation的 Sleep 这本子的话 当然药物治疗还会出去了 那大部分 比较 比较常见的accessibility 药袋 去讨论Decritary 那今天就用美国的FDA建议 他会在 Cancellation 病的身上 可能如果要用上Decritary 做一些 睡眠控制的时候 用上转校的 一定会 建议用转校的选择 然后相对比较 安全一点 那另外的话 马拉托尼 Agonis 目前 是有证据显示 是有草莽的 虽然那一开始 Decritation 是用在治疗一个 欢迎的 Somia 那如果现在用在 Infection Somia 目前是有一些 WMS 所以 也许可以考虑 那另外 非药物治疗上的话 可能就是考虑一些 认识行为的治疗 或是说 在这边也蛮有趣 他提到就是 透过这些 吸引物 书压的 减压的一些 处置 那吸引物 可能没有特别有用 那大家可以在 去 就从一些心理上的一些 行为上的治疗去 介入看能不能 缓解病人的 这个 睡眠障碍 那对于Bertrug的治疗的话 药物方面 就像刚刚提的 一些就是 促进 虹减球真诚的 一个 这个药物的确有 它的一个 效果在 那另外 可能可以用上一些 Ticholstimabins 像Methiopinida 这一类的药物 就是 Antidepressant Cortical steroids 还有Modafinio 所以我用来 一看另外这样的 Ticholstimabinsio的药物 其实也都会 过多少 对于Cancel 和Ticholstimabinsio会有点 帮忙 如果在用这些药 目前都有 可能说有药效 不过就是在经历上 大概都是要 就是 在用的过程就是要 小心 Modafinio 用上这些药物 可能 强制了一些 Site effect 那对于一些 非药物治疗 的介入 说对于 Cancel性能 Bertrug的 芳麻 目前是没有 强烈的一些 研究 就是说可以特别做出 建议要 采取什么样的 方式 所以其实 面对Cancel agitation 它在contain 它的Pathetic 或是Site effect 就是 最后课文中 课文中是建议 就是我们 我们就是要仔细评 因为病人的Pathetic 因为他 Otherine的这个Cancer 他可能会 Combine其他的一些 真的有一些 内力口的利用 就是要认真 自己做 他这些Pathetic 真的是因为 一个Cancer 或是Cancer治疗仪器 来说有可能其他的病毒在进行 这个就是要 要去 好好的去停估之后 那 明星之后再 决定后续的给予治疗方式 以上是这个Cancer Disruption 跟Pathetic 那接下来这一张是会 探讨这个 Bibromyalgia 跟Pathetic 这个当然 就不是限定在 在Cancer Facial 一般毒品可能就会有遇到一些 它就是有一些 Combine疼痛的人来找 那这时候 到底跟Sleep有没有关系吗 这一张要探讨的 一个 一个面向 那 Bibromyalgia 大概 大家会有详细的关系来介绍 当然常见的 Combine会集中在 像颈部 颈颈部的传承 或是 肩关节 或是说背部 或是说 髋关节这些 Combine Somatic Combine 可能会是 会是这类的病人 最主要的一个 一个组数 可是这个组数 其实有时候 听起来到我们在前面 听到可能会觉得 其实不是 非常特定说 有一些 Combine的Combine 可能我们比较有限度 就是说 或是这边有什么外扎 或是说 EA道拉伤之类的 所以这方面 如果我们也问得到 一个Combine 那 可能对我们或许 最终的说 它这个Pan 这些桌面的 C0专框 或是 CB这类的 感受引起 会比较容易去 去盖整 后去的治疗 可是 对于这样的一些 Nunce-Base Somatic Combine 其实 尤其是这个病人 又是常理 可能会有一些 Persive 或是说它睡了 都不会 有一些 所以它这个Pan 有缓解的 Combine来到整天的时候 其实我们 要 要出这样的病人 其实是 需要蛮大的一个 一个3% 跟 金氏 一样 花彩的面 那 基本上它 就是说这样的Combine 就是 会持续不断 然后 睡眠无法改善 而且这个病人的 就是它的 其被辅助 的描述是 一个主观的一个经验 这样子 在产生在 一起讲 那 变成说就是我们 属于上的这种关系 所以 当然它的这个Persive 它的Combine 或Somatic 的Combine 它可以把它拆成 三个面 有可能是一个 伸出Persive 精神面杖的一个 周旋 那这时候 其实要想 就是要去 School 看没有 本章端有一些 Primary的一些 一些 网络 然后展开学 有可能会产生 面对 那 Mudical Petitions 也是会 他就觉得全身 就是痛啊 没有力气 那当然也是只能说 就是 要把一处 说有一些 Underline Active disease 在上 周边的 疼痛或序列 那最后的话 就是一个 持续品质 在这种有 Bibromyalgia 的病人身上 上次提到说 他因为疼痛 所以他这种病人 他的嗜睡可能是因为他比较不太敢乱动 那如果我们不乱动的话 作者有时候就很容易就睡着 就会有那种sleeping 那种感受就冒出 相较于 一些说就是 可能他在活动的状态下 就sleeping 但也许是玩家真的是 有一个 Primary sleep is over 产生的这种sleeping 这个是可以与其中他的一些 Daily activity 去做一个 Differential 但是其实有时候真的很难 比如说这个是提供的出 作为一个参考值 那他的这个dipping Bibromyalgia 他大概也是 透过 睡眠之后 也是会缓击 所以 有时候可能是因为 Differential 产生的 睡眠不足 然后 进而产生的dipping 增弱 这好像也是会这样获得缓击 所以这个就是在 这种程度上 医生 我们在评断这些 Bibromyalgia病人的 困难 不过 说困难会困难的 就是如果我去看美国的 整个读群的研究 就是有高达23%的病 他在中期一阵中 总是会在有某个时候 他就是会经历一个 persist的一个状况 也至少五分基点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而且他的肯定产生 又会说就是 不一定会在同一个地方 那 就把对方的读群考虑进来的话 把美国跟日本的data pooling在一起 或者说 这个pollestat里面 是发现说 其实大约整个pollestat里面有 0.4%到1.5% 的病人 这样后来 抓出来就是一个 chronic等一个病人 那另外的话 大约有其中2%的病人 所以 就是后来也得到一个 Fibromyalgia病人的症状 其中是以女性区域做 最后这两个 因为这个时间 等下定义会介绍 就比较 要有半年的症状 才会 才会下评 所以这两个基础就是offer的一次性 那这种肌肉专痛的complain Tomati pen 他们其实太多太多的hypositive 都有一些evidence可以证明 从内生性的一些记忆 然后这些 有生的一些 Newandroid 或是智力 交感级经的 Disturbance 都有证据说 会产生这样子的 pollegial 或是 拜托myogia的症状 那是因为 因为这些证据得 已经想 这个 或是说 这种疼痛 可能是一个body的 ifersive 变得 一个表现 其实它可能跟 DNS的 Disturbance 关于 所以 也许可以把它视为 DNS的 Disturbance 这样子 那另外也发现说 这些病人的myagia 或是从他的 压痛 的疼痛感 也都跟 这些病人如果他 睡起来 就觉得是没有 做得 那种疲惫的改善 这个就是 都会有互相的关系 那这边study 那在EEG方面 在做自己的互聚餐长 会发现说 在做myogia病人 或是 pollegial病人 他们去做EEG study 会发现他们的 应许的变化 就是在 Slow wave 或是RAM 里面都会有 相机的 那另外 这些病人如果去做 疼痛运质的 一个检测的话 发现他们的疼痛运质 就下降 也就是他们 他们对于一般可能 也许 轻微的痛述 他们就给EHT 都主在一个HITER JESSICA 一个Status 这个是有 做的症状 那另外在 白波myogia 心统病人身上 因为 很多的关系 所以他们 也是有发现说 他们的确有 比较多的一个 Sleep related 的一个 audit around the distance 那主要 表现的症状 面相可能会以一个 Ivoluntary的 PLM的表现 或是一些 Restlessless 或是 Apmid 那去其部份 其他的EG的 finding的话 会发现说 他们其实有一个很高的 EG员会表现出一个很高的 很高的频率 有一个 periodic 然后 接上一个 alpha wave 的一个episode 那这个 Alpha wave 可能会持续 20到4公斤的 那 当时是看到这样的现象 那现金里面 已经对这个有 比较好的定义 是所谓的一个 second alternating pattern 那 当然在 这个Kid Conference 之后 接上了Alpha wave 他也在留下 Sleep related 比较不好的 那另外 Alpha wave 他可能会是 广泛的分布在 这个 这个stage 之内 所以 另外在 N2的Kiddle Conference 也有可能会被 Alpha wave 给干扰 那当然就是 看到病人 这些 周围 Sleep 那这些 EEG的表现 做在 如果在FMS 进一段 是大致 他的这样的情况 那也发现 Pose跟他们的 这些alpha wave Rathe Sleep 跟Lex 的一个repution Sleep 是 症状上是有观念的 然后在 那方面 Bibble N1的病人 他可能 在Brain的一个 Sleep 危险的情况 后来 是找到说 好像在 CFS Acom 里面 我看到一个 Substance-P的一个 Modetra 好像跟他的这些 疼痛啊 或是这种这些 confirm 或是 Brain 会有关 这样子 那因为这一位病人 他的 Gloss homo分泌 都比较少 比较少一点 这个跟CSF里面的这个 这个 上层机的 升高也会有关 那这个升高的话 如果有可能跟病人的一个控制的 一个感受 会有 会有观念 这样 那病人的 Seratonic 很明显 也是有降低的一个情况 那坐在一个 Functional New Image的 他里面发现 在这个病人 如果去 用Functional New Image去看 就发现他在这三个地方的 这个Structure的这个 WadeMeter Volume 都明显的下降 在一个 Frontal Frontal的Volume 或是Amical 或是 Segurator的Volume 这边的话 也都 WadeMeter Volume都明显的下降 不过 这是 Functional New Image上 Volume是下降 但是如果要把 Volume Deprease 跟他临床的疼痛面的 程度去做 Torrelate的时候 这些SERATIC是 没有办法理解 这边是说有 有同性上映的 管理 那只是说看到 影像水上也许有看到 这样的病人 他的WadeMeter 就是量 就比较少 那终于来到了就是 谈了 这些Pronic Frontal的 C种 或是这个 FibroMilogia C种 在简单上来说 我们可能先看右边 因为 FibroMilogia C种 他 之前 出段 富贤科 老师也都有教 就是说 他基本上 他全身有18个 压痛的 压点 Hinder痛就是去压 看病人的 层痛会不会 觉得痛 那压的力道 大概就是 大概施予 这个4公斤 这种左右的压力 那 这只可能很需要 一些临床间都知道 自己出力出多少 大概等于4公斤左右 那 分部面下来讲 身体有 前面有8个瓶可以压 背面有10个瓶可以压 那 压得过 就是说 诊断条件是18个里面如果有11个 压起来会痛 这个就打到其中的快退 那当然 病人如果来 如果这种 Muscle Scalable Pain来的 闯片 也至少有三个月 两个成立的话 就可以 诊断他有一个 FibroMilogia 出生 这个是美国 风肢 关节医学会 我建议的一个 一个到现在都还没有 有感觉 那另外一个就是一个 说一个Fatheic病毒的话 基本上 就是病人的 可能就是会有 合体者为一 那这样 那可能会影响到他一些 生活上的 大海产生 但是又没有一个 可能因为外伤务 其他造成他 合体者的 可以描述 那这些 合体者症状 飞续病人 得在 大概 至少要超过6个月 首先这个Fatheic要短线够久 那另外 除了Fatheic之外 还要再去加上 以下这几个 也许是在 可能就是 GDR 或是 最终意义上的一个 障碍 或是说在 压紧 或是Ager的 LimperNode 区块会有 压痛感 或是 HonKon ZeroKon 或是 Multiple的 JongPen 或是 对 新发的头痛 等等的 这几个 Payla里面 又要 至少要有4个 再加上 它的Fatheic 持续够久 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 解释的 Code 那才可以像 这个 Payla里面的这个情况 那如常上 停步的话 当然 还是会 优先先停步一些 Neuro 跟Sitecatch 的一个 物理演唱 要先排除一些 Occanic Release 或是说 周边的Neuro Motor 体制 那另外 现在有这样的 Fatheic 或是 你还要学习的 只要听听看说到底有没有一些 Hunger Lines Psychedelic 双病 这个也都要排除 或者说 真的是有没有一些Psychosocial的 感染 并能最近的一些生活压力是比较大 而年底关心 经济关心的压力 可能也都会有 Cumatic 的 presentation 这个要排除掉 之后才有办法再去 因为我们刚才可以来去下降 第二个另外一些科技短是什么有效的 建议说可以考虑做一个Sleeper Wake Diary 它透过这个记录的话 可以明确知道说你们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那Sleeper方面如果有办法做到记录 也许需要周边的一些家人或是亲友方法 那透过这样的记录方式 也可以去看看说到底有哪些地方 可以再改善去缓解它这个合适者 到底是因为睡眠里面除了一种鸟油外 除了一些deserved症状 你们刚刚看那些PLM的症状 或是Sleeper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也比较好去做后续的一个治疗的改善 那另外有一些就是用问卷的方式 大概以下这两个 大概有20个面向或11个面向的问题 可以发给病人 让病人去自己点解说到底 它的确它这些症状和病人成立是什么 那如果要评估病人Sleeping Scale的话 大概有两种方式 Sample的话 Sleeping Scale它主要是评估病人 在当下的受决时间 它的一个Sleeping Scale的一个程度 那Appleworks的这个Sleeping Scale 它是要评估病人Ungoing Ungoing Sleep的程度的一个面向 这两个都可以作为一个评估Sleeping的一个工具 那最后还有一个就是 因为刚刚都有点偏向病人评官 所以客观面如果需要专业技术的使用 我们介入去问它 有一个SAP的问题可以去做评估 那大概就是会Sleeping在一些 病人的一个Performance的一个看法的一个评估 它的警觉度啊的一些 昌然这病的病人就是 因为有这个合体的产生下降 因为这个Sleeping 客户里面是有图 所以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虽然它是有17个面向 就是每个面向里面有好几个检验物 所以这里暂时不放弹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客户里面 那一张问卷 那另外最后一个就是客观的可能性 是可以考虑一个PSG 可是PSG它做的一个是在于说 关于这个PIN 这个来承认My OG 或是可疑者病人 那会不会它的underhand 其实是一个primate safety disorder 的造成的 而不是这种就是My OG 本身的关系 才会去做这个检讨 去做为排除这样子 那会有什么关系 例如刚刚说的 就是它可能会看到一个alpha wave 的一个resominance的表现 因为可能说在alpha wave 它表现多 它也许只能当成一个 就是Sleeping的一个 的一个 就是比较不 它Sleep的结果比较不稳 但是它并不是完全Sleeping Sleeping的 这个Poenix Poenix Poenix 或是Poenix 有其他很多种状况 后续也会提到 都是有可能 上面能传出alpha wave 的一个SG 但是如果有 也许是有点加分了吧 就是有 它有这样的一个特征 这样 好 那这边会稍微评一下 alpha EG 它基本上 它的Poenix alpha EG 这个它是会在 Sleeping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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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次都会有表现 它基本都会很广 就是高达 4层以上 都会看到像 alpha EG的事实 那Basic方面 主要 当有提醒 它的Sleeping 都会被图现 所以如果是Basic alpha EG 它可能会以Sleeping Sleeping的 Sleeping 那长线是在这个 最大小线的EG alpha EG 会在 方向的一个 那 另外有一个东西 叫做 取audit的Kalpha 还有甚至 一类的 那个 歇回值 或是 哪有假定源做出来 它会看到一个 取audit的Kalpha 的表现 就是 跟着一群 一个 大概20到40秒 之后的alpha 会做短线 或是说它可能在 后面里面 就看到一个 preaudit的 polyphetic EG 那 鲁克文组 刚刚这个就是 Kalpha 在Kalpha 跟着一 大概約20到40秒 就要把位置 那另外 这个就是这个 刚提到这个 preaudit的polyphetic 就是EG 那就是 Kalpha 之后 那 整个 很多例子上 会这样翻译 那通常以 光头钻的这个 短线会最年轻 一样 所以 不良相到底该怎么办呢 老实说 目前还没有包含 就一个让 这类病人很满意的治疗 那 当然只能分成 Nounce 比数据的 那比数据的方面的话 大概 就是要评估病人 也会排行 一些 那最重要的是 小心这些病人 在这些方面 这些病人 会不会和他 二战还尝了一个 一个 一个 那 另外 在 比数据的方面 可以考虑用上一些 一些 药物方 那至少 用药上面 扣下去 发现 对于某些病人 他可以 大约在用药的 二到五个月的 这个时间 因为他的这个 肯定者 或是 改善的效果 会算蛮很简单 那后去 一直改善 他一定会觉得 没有那么明显 那但是有一些 专门药 像一些 对于他的 本身的买欧角域的效果 并没有很好 那另外如果 像是 因为考虑到 EG有这样的表现 有些药物头 说 SRI 或是一些 Nounce BDD 使用上去 对于病人在 EG上的表现 其实好像也没有明显的 代算 可是症状病 不会有环节 事实上是这样子 那EG就 没办法达到 一个滑绝效果 这样 那另外 也需要还不错 它可以 其实可以达到 症状病的环节 那甚至连EG上 都会比较多了 那还会把EG的 又比较少 可是我这个药 从Bomani 在用 事实上特别提醒 要小心 他没接 就是用 只要小心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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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是 EHPAC 对 他是只要EHPAC 要到的 就要小心 他不是 可是 上次Face 我已经 要吃EHCO 这个药 我有一次 因此我在用的时候 很吓死了 就是那个 有一次 那个时候 英文 就知道 用性能 他有很强 就是 就是 他虽然是EHPAC 但是好像 那个 DRAWG 效果 好像蛮强 很强 而且 那个字 就是 嗯 那还有 口干 这些 那是EHPAC 嗯 那另外一些 像 Newer Transmitter DRAWG 像 有效的 像 EHPAC 裡面 特别是 主打法 你做例子 他自己用上去 最后 最后 会有一些 支控的效果 那他的作用 主要也是 包括 它会增加 拖延圈的 表现 这个表现 会发现 可以有效 降低 階层面 刚发生的一个表现量 那当然 因为可能跟 症状没有关 症状低 被降低 也许这个症状 会缓解 而且他用上去之后 症状缓解之外 其实 花点磁力肯也是会获得 精简的一个改善 那这个是他用药的 一个 一个 漏顶的一个 一开始会考虑 激素预装 一来一种性格 慢慢的再采取得到 300mg 就是 回来的一周内 慢慢把它加到 300mg 那就是 那就是 消息预装 那 那 那 另外一个的话 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 有一个 SNRI 可以 选择 它本身是用来治疗一些 目的时候 可能要一下 那 可以 稍微就是降低 XMS定能 它的一些 那另外 在EV方面 这类药 因为可能是 又更新的 目前还没有很明显的证据 客观的证据说 它用上去 对于这样的证据 在EV上面改善 效果性如何 目前还没有 证据 不过 因为可能效果还不错 所以 就是 每个EVDA 可能它经常应用在 这类药的 这个线杀 那 举SNRI 的例子 可是我应该是举两个 因为 XM936 没有草海英文大英 所以我不把它中文的 的 那个名字给放上来 然后 让米纳浦 基本上 这个SNRI 就是要小心点点到 AID的脂肺 等会 引起病得点 Nousia 或是HeadAQE 因为这样子 就是 如果不要太严重 就是药物再去把其他 AID的脂肪 那LODINBOX 就 比较複雜一点 如果大家看过去 或者说 之后把并退 当波 我待在身边 不可以考虑 那 大家一开始是12.5米瓜 关键 然后一周时间内 会慢慢 排序得到它的containment stores 大约就是5米瓜 EV 那最大的建议 是不要超过200 以后一件 就是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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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下一个应该会有 DELOX 它有效性 有点 所以这好像是一个 明明好像有 就是 OK 这也是 用在Muddy 之后的PC 它用在这个 奶油脚好像也有 有点效果 那治疗 我尽量大概就是 用10到100 那一开始LODIN 是30 那慢慢有30的 跟加量慢慢的 一周左右 大概一周左右 就可以到达每天两个 那所以大家 不要建议比较超过 120 mini瓜的配料 另外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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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Malatone 来讲的话 目前是没有观察到 所有这些Malatone的分明 在CFS 或MFS 的病人身上 有什么样特别的表情 所以当然 因为这些病人 其实接受一些 有接受Morning Flylight的治疗 好像也没有看到 他们的食品 或是Batistia Batistia Batistia 症状 所以这方面 在这方面的应用 目前是没有特别的 精英的角色 那多抽萌 在栽培照里面 看到是有发麻 所以这种Flylight的病人 它的Somatic Pen的表现 是有过很明显的发麻 不过实际上 因为这种多抽萌 治疗实在是太贵了 所以 所以它每天都是要做一个 计计的 计计的 所以考虑到成本的效益 目前 可能用在领导上 目前还不去 那个的实际上 那最后就是三个题 就是到底这些病人 它的推并 到底 它对它有没有一些 就是Flylight Flylight 那目前的话 就是建议说 一些对Flylight Flylight 应该有效的方式 但是对于这个 Flylight Flylight 配用 但是还不确定 用的时候 到底效果怎么样 那就建议了 看一看 那总之在 应用上的治疗 就是 因为病人 它的成功率 就是比较低 所以 有时候在做一些 不一定 不见得是药物介入 或者是一些 Nomba 考虑的时候 比如说 在凯确上面 就是慢慢得到 那这样病人 的自从性 才会高 最后就是要 因为这样的病人 期待是 有个整段上 是充满了困难 跟票上 所以 所以 可能大概 在它的正常表现上 就是 它可以排除过其他的 Unterlight 其实都 大概真的是很 找了很多 Sally 找不到再 回来用这咖啡来 全部看看 有没有可能 就是如果在MFS 跟GSS 可以追求性 那 刚刚也提到 EGIS Sally 它的特色是 O820多 不过不是 后面也会再提到 其他 但是可以作为加分的 一些症状 那 可能大部分来说 这种病人症痛 是不是会造成 C-Lio-Line 下降很明显 但是 好像也不具够 让它可能 很严重的一些 某些的痰症 然后 所以 当然 重点还是在于它的 症痛 或是症状改善 另外 可以调医精 病人稍微多一点 有氧的活动 也会有点帮忙 那第二个 第三个 就是要谈PEN 跟腐力 这边又更 就是 Focus在 Tenoginal population 的PEN 定义上来说 就是这个病人 可能有一个 现在正在活性 或是潜在的 Fish Damage 病人对这个 Damage所表现出 一个独关的 不舒服的一个 情绪表现 这个可以定义PEN 那PEN 当然 是可以持续很转 或是甚至处周 处月之间 那 另外Servility 可轻、可送 送到有人会 因为疼痛 只要是自杀 所以PEN的Manage 其实是蛮重要的 那 当然 无可并允的这种疼痛 过多长 不算转息 只要过剧烈 其实也都会影响到 Focus 那 整个Super 家里的配方 大概在190 可以重播发展 我对他说 做了一些 Malik 或是Basic Galist 就发现说 他是不是去摸一些 表皮的这种Sensory input 然后发现 进步了 就发现 他其实跟Brainstand 的这个 Pensure 这个Pensure 是有关 那 会以后不到 这种Pensure 或是表层 Sensory 主要是分布在 这个 Sensory 那 另外 相关点 就也发现 这个 慢性痰到底 可以想要睡眠的病情 那另外 TG表现的话 也是跟这样一样 就是他的睡眠会比较不穩定 Valva0G 可能会变得明显 那也许是Nun-Main 你觉得会不会影响到 尤其是像那种Somatic Pain 有些低脚 痰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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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Pensure 因為它是算一個惡性圈 一開始有一些起心的情況 如果它能夠短期內獲得完結的話 當然病人當天晚上睡得好 短期內睡得好 這個後續產生一些科目標準卡就可以獲得改善 但是一旦這個沒有獲得制度完結 或是說期間治療完結就會有不好 它開始進入這個 一個長期的睡眠的學法的時候 這時候就會產生一些 後續的再度彩率就比適合結論 就是身體平常上的 那平常上會看到說 病人可能會因為這個睡不好 就算是因為它非常讓這個痛的表現變得更痛 結果就更痛又更不好睡 然後就長期下來就真的 理論方面也會被長期的影響 就產生這種惡性訊號 那痛其實它本身是一個保護的資格 那Vedive Level上看到的一些神經 隔離亞跟平衡的細胞活性特有關連 那Neurologic Structure的話 主要是一屆Linic Structure的 Activation Pen就還只是Pen的這個sensation 所以其實如果是慢性的一個傳統 其實也變成了一個神經方面的一屆Linic Structure 那整個SomaticPen傳導的話 其實就是從傳統的感受器到整個Pen的Pen的產生 大約就是從那個Ending 就是透過周邊的Vibre 所以是Sensory的AEF 或者是Censory的Vibre 一路傳到Cenal Code 第一次轉傳 那再到SomaticLinic 再做第二次轉傳這樣 那傳到整個CodeCode Normal Network裡面 它會對這個Input的做一個AEF 那之後 對於Fence到這個Pen以後 它就會去做一個反應 應該Input是這樣子 另外那是SomatiPen RisorPen有時候就 就那短片就開始病人說 它Convent就比較難去 Local 它們那個RisorPen 好像是BanyConvent 以及一個Pen 然後就會發現說 它可能跟它一些RisorExceptor 的一個Eactivation會有關 它一旦這種Eactivator 所以Risor的一個Receptor 被SHIP了之後 它即便是一些 就是不會反映傳統的一個刺激的時候 病人一樣可能也會有痛的感覺 這樣比較清楚 所以你一旦看到一個 像這個RDM 它是 疼痛的一個過度影響的情況 或是 就跟這個Receptor 那當然疼痛的話 就會引起PoSleep 那當然PoSleep的話 疼痛引起PoSleep 它是 就是以一個Deeper representation的表現 那Rowage也會這樣子 那白天底或者是Shift 不覺得這就是 那經驗影響到一起 所以說全部都可以解釋疼痛引擎的 這點上來 但是沒有任何一個可以作為解釋的基礎 或是面向是很多的 就是要用各方面去探討 那這是Animal Study 它現在這種PoSleep的Nuron 它會對這個 它會有一個PoSleep的Nuron去做一個疼痛的一個Gate的感觸 那但是如果是 因為是一個受到干擾 或是這個PoSleep它本身去GigZone 它有可能會 對於疼痛它們會有一些Reverse的一個類型 一般正常在5G 對沖有多人會錯誤一些法則很快 但是在庶民中的時候 會發現這個Reverse selection也會被延長 那Rowage裡面 大概會變成在 異形有多的3倍 那如果在Ramp Stage裡面的話 這個Reverse selection大概會延長到5倍這樣 那如果就是單純的一個Pen simulation 對溫厭產生的這種承控感化 其實因為是在ZoWayC 或是WayC層面 這個承控的預知 有無點都被提高了 就是整個反射力都會變得下重 那另外使的科體很容易會影響到這個Pen的一個感觸 那但是在客觀的Experimental的Model上去發現說 不管是用溫度或是一些化學藥物或是所有壓力的去刺激 其實客觀上這句病沒有差 但是如果當這個情況變成聚能主觀去接受這個 去做報告的時候 發現他其實在關節痛的病人 他的導致 他的關節痛會是最明顯的 那如果是一些肌肉痛或是疼痛的病人 這些病人他的疼痛感自己去報告之後 他會覺得他在下午或是發漲就會更明顯 那有斜情的病人 他的疼痛其實是可以透過睡眠就獲得完全的環境 所以這些Pen的Experimentation 在主觀上他是好像有看到一些差別的疼痛 那客觀的Model是好像最能是沒差的 那重點要怎麼辦 就是不管疼痛原因是怎麼造型的 那確定的是如果疼痛一旦影響到睡眠的話 他都有可能產生這些事情或所畢 當然這些認知或是活動的功能一定都會下降 所以重點就是要到碰到什麼程度後 這個病人他的疼痛會被影響到 那所以應該就是要把他的Pen 就是降低到這個個體的這個密集下降 而不會產生這些疼痛這樣 那老年好像也會影響到一些疼痛的感覺 那首先的話是發現說 在老年等統計上發現說 他的確對Pen的討論會比較多一點 不過去做詳細的分析發現 其實老年等對於疼痛的 就是說他去應對疼痛的一個能力 他其實是比較好的 可是問題而且他對於Pen的討論也比較低 而且如果看他們的討論 好像發現他們Pen的追求也比較高 那為什麼還會老年等的討論這樣 這些看起來都是反向的 那是覺得說一筆老化的環境車 當然其實有點比較變高 所以這個NURF的這些Sensory and Reset 就比較更容易受到一些外界的刺激 一個是Penicol或是外界的Penicol 它又更容易被提高 即便它的抑制已經上升了 成立了一下降了 但是老年等的抑制疼痛能力也比較好一點 可是他因為他的接受的那種程度 接受自己的程度是你很低的 所以可能整體來講 他對Pen的討論是老年等上會比較多意思 那另外我們整體的一個內生性的 就是抑制疼痛的一個程度 它這個叫DMIC 簡單來說就是要 但Pen是一個Protective的一個Mechanism 如果太疼痛的話 你卻會影響到更多的Performance 所以整體其實是一個抑制疼痛的 它是抑制疼痛 那也許會幫助對Penicol也選擇一個效率 這樣 那這個自己抑制疼痛的一種 在老年的情況下也發生了一些很差 所以壓制疼痛的反應也變差 所以這些都可以解釋 老人也 老人家可能他 對於疼痛的一些表現可能會比較容易 那AlphaEG Perfusion的話 就是剛主題 我們剛上個chef訪問到 外國買OHR會 好像跟這個配銀行指示 就會有一種AlphaEG的出選 一些Node精神的轉變 或是可見有閃開一些Condition 同時病人如果有AppNode 或者是PLM的情況 甚至病人 如果因為Penicol在市民中 會有一些Costs 一些Arousal的話 它的EG一樣都會有 這種AlphaEG 可能會有可能 這些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才會說 看到AlphaEG 其實很可能 它其實不是特別的 就是要去做一個 脆切的 脆切的 然後可能需要一些 靈體的症狀後患 那這個是 課文裡面介紹說 Pen的一些表現 它比較可能在床上 會有一些 所以就 複製點會比較應該 但是它會進入 進入成績狀態 就是對於它這個Pen Pen 這個訓練就會 在睡眠中 會有這樣的表現 那Condition 其實這些 其實都 蠻奇怪的 就是 大概 像睡眠價位一定是會降低的 然後主要是 你想到增稅期的 這些 這些睡眠 那Condition 或者說 以前 在觀察這個Hardware 的FerrorD 電子的降低一樣 或者晚上 會有更多一些 業績 更多 沒有MR 那裡面有一個 表現 那可能在睡眠過程 也可能會感動而起過 這個都是 它在這種Pen of Patient 在Condition 在Condition 那早上起來 就可能最主要就是 睡眠好像沒有 沒有得到環節 就Hardware 像Condition 那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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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這邊 要跟大家介紹 大概State-by-State 四個步驟 首先還是要去看 裡面一個Pen of 一個Zold 可能就是Pen的工夫 想到它的Seed 那第二個就是要去 進入Ding of Stinky 就是海菌的狀況 那這些都 不會有商品 那第三個的話 可以調理做一些 Long-Romentology 或者說 可以記得一些Managing 這樣子 多多少家庭方 那第二個才是 考慮 你現在確定要給你治療的話 它有很多要務 可以盯著不同的 之間做選擇 好 最后就要在5分钟内完成 因为这个它一个款是比较 人的根底有很多限制 那Android的分明是有提供就是它有Nuternal-Benton跟Circadian的这一种 那这个是跟Sweeper的东西也都是继续相关的 所以其实这一张一开始以后开通明明就是说 Android之前跟Sweeper的时候有自己是interaction 可能可能就是说 但有可能是Android一样Sweeper的时候就会来一层Android 不过这边可能会多个次 后续的处分 就让Zweeper在一些豆款的一次方式 Android的一个Sweeper的时候 那首先会看很多SOMO 那这个我想教一讲 若露的增长机器大概会讲到红美感 那表现上就是已经用的用力这样 那常见可能是要整个也不够这样的问题 可能在GTG里面涨了一些麦克服的 就像MAROMACO的原料MAROMACO 而且在这种Bird hormone or birth production的病毒身上 大概有无间调到 就已经早在100多年就已经有发现到 这样的病毒 它好像很可能很容易成功 它可能因为有一个障碎的情况 那另外这个是在一个区域医院的一个Cohost study 它发现他们大概有两个服务 一直固定在一起的 发现说大概有超过60% 然后MAROMACO产生的一个大舌头有关 那所以大舌头之后 舌头大舌头就产生hypoferens的内容 那第二个Indo-Sophie的发现说 就是另外一个杂比机器 其实看好像也看到说这样的病人 他的舌头比较无够早一点点 不过在某一天杂比他反过来砸枪 所以后面同时是一样 但是至少有这样的发现 那另外一个就是 Aquemega的影片比如说OAS 它一样也会有接触 那这平均更是有超过三首 那表现就是以这个Warsom的Warsom 可以付出这种眼镜 那这可能跟他的这个Sentral-Somal 的随平会不错 而且这个郭聪明好像是 在基本上Sentr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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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ntral 它对于这个CO2的Sentr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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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nt 我可能就要去找所有那邊的reference 看它的量化 如果不知道你們會附到這麼強 好來的貝卡都寫 但拿掉之後我們可以自己算一下 看你是不是可能要看我自己的 那資料上來說 就像做過手術 就是active 跟inactive 就是一分就是要去看它的大多數目的優勢 那之後到底有沒有比較降低 那GHS的優勢也有時候比較蠻深 它就是active 優勢也會造成一個 inactive 優勢也會造成一個gold factor 1的優勢 所以在問題的上來講到 可能會提供真正的一個IgF 1的這個類型 不過發現其實手術之後 好像看這個存款優勢 沒有看到多明顯說 電力度一定會降下來 但是基本上目前人數還是看到可能就會電力板開增 那會產生什麼mobidas 因為GHS多它可能會產生收斂女神血 所以多的話那就可能產生海復增 那大部分這種病人產生mobidas 因為這種atomeca產生mobidas 可能是因為一些cd跟呼吸的一件造型 那Sleep的mobidas的話 這類病人需要看到就是 它會看你會有一點 應該就是嚴肅這樣的方法 點會有點嚴肅 所以如果在圖上會看到一些atomeca的訊息 那另外一開始把GH分率過多 照成它酷美感 不過這類病人9號 它可能產生hormon的GG血 那不過這類病人讓它帶上3號的時候 經過三個月之後 可以發現它是可以resource 它的GHGG血的狀態 那再來就是sireoid sireoid主要是要提這個hipo sireoid 它會產生一個mix肌肉 那這種明醫血腫 大家可講的 比如說是因為整體會產生 off-waycaten-cr或是marser 或是說這種接觸症 全都會受到影響 那Vinco-Bitch的這種明醫血腫病人 臉皮看起來會從頭 臉皮看起來有點像puby face 就講成這個樣子 那這樣病人大概 不要是OA的反省肌肉 大概會做有三種 而且也會降低它的sireoid 其實有一些異居血腫 不過如果帶上治療之後 它可以reverse 這種情況 那Hodic Cellular的話 也是不均勻的 不均勻的病人 大家印象都是pubhub 然後有hypertension 的距離 那三分之一的病人 高達三分之一 目前好像有evidence 或者一邊的大致跟一片子 所以我是這樣寫的 它三分之一的病人 會有sireoid 那eq-binding的話 主要是一些 sireoid的newity比較不好 ran latency 跟fus-ramp degg會變強 latency會變長 會變轉 degg會變轉 degg會變強 那相較於它的eq-binding 是在normal sleeper的 normal control的病人身上 如果做sireoid的影響 他們反而是因為所有的sireoid 會減少 可是這類病人 如果讓sireoid和eq-binding 你這次看到的是 主要是這種 ramp的有種 比起多種 跟ramp的 degg會變強 那第二題呢 是這個bm跟central obesity 那是核心這種bm病人 大概是meta-of-a-sireoid 所以它其實是 一個central obesity的一個標籤 那 因為可能就必須說 所以就容易產生 一些of-a的一些產生 這樣 最好的方法 就目前來看 還是建議 以公共通知為主 而且實際上這種病人 他在證明說 因為apnea產生一個時候 可能會讓他的能量消耗 因為他要花更大的力氣去 要幫你驅動他的呼吸 但是呢 這邊過了一件事情說 即使這種肌炎的病人 這個bm病人產生 apnea以後 它的energy的血液 它其實是降低的 所以很奇高 因為我睡眠的時候 耗能量變多 那理應這樣就要病不收才對 我這種病人 是因為養殖的能量調控 身體能量調控變差 然後把抗生 因為最後結果 就看到這種病人的威脅 那其實 再來的結論是說 這些病人 他睡眠的時候 花更多的能量去產生呼吸 沒錯 可是他早上睡眠 因為服飾的 因為食物品也沒關係 他的data-equity 很明顯就下降了 所以其實Poco的二字體 算了他的 energy consumption還是降低的 那他等於data-equity 會區別他去走這塊 所以 他因為糖尝品變小 所以最後就為了 這個事實上 大家看 在bmc都有被責任的 一個女生 他帶CPUB資料到OSA以後 一開始帶之前 他應該是睡午覺的時候 做了一大禮拜 他在帶CPUB資料OSA之前 ENTIA之前 因為他的energy 等級都是很明顯健康 那帶完CPUB之後 他在睡午覺的時候 他的energy 前提前有 目前的過程的一個 一個改正效 所以其實治療方面 應該還是 建議就還是要帶其他 降低性能在 這個睡眠的時候的 這個睡眠消耗 那有機會 去reverse 他整個failure energy consumption 降低一個情緒 OK 以上是我今天的報告